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這次準備要飛東京 我們是從松山機場飛到榆田機場 那我們這次是搭ANA 因為我們看到說它從松山飛 然後搭到榆田 榆田是在東京比較四區 相較成田是比較四區的機場 然後又從松山飛 機票我們買大概是一萬億 所以我們覺得 這樣子好像比較划算 而且它又有含行李 那我們這次去日本 主要是要去騎腳踏車 我們會從伊豆出發 然後騎到富士山的登山口那邊 我們會先到伊豆 伊豆租腳踏車 我們朋友會租腳踏車 那我們自己是帶腳踏車去 我們會從伊豆騎到河口湖 在河口湖那邊過夜之後 再騎到富士山的登山口 會再去玩香根 然後再回東京這樣子 那這一次算是我們第一次的 國外單車旅行 也算是我們第一次 嘗試著把腳踏車攜帶出國 那我們在準備這趟旅程的時候 也做了蠻多的功課 因為要帶腳踏車出國 所以很多限制 那我們就會在這次影片 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是有用汽車箱 那阿丹是用汽車帶 那搭飛機要帶腳踏車的話呢 就是要先上網去看一下 他行李的大小限制 因為每一家航空公司限制的不一樣 那其實主要的呢 就是最少最少一定要有汽車帶 那不然呢就是這種輕便的汽車箱 那還有人呢 他們是會用紙箱 就是你買腳踏車的時候的那種紙箱 那最好的呢就是有那種 單車行李箱的那一種 對 可是那個就是非常大的 好 那我們去check in吧 就走走走 好 那我們的腳踏車行李順利進行立台了 那我們用的箱子 跟我們用汽車帶這樣子 兩種方式看起來是都ok 可是就是要保證你的車子不怕甩 剛剛有跟我們講 就是行李會疊在一起這樣子 我的腳踏車呢 我們就等到了東京之後呢 打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變成什麼樣子 對 希望他還可以玩好 哈哈 好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要到日本使用的網路卡 我們這幾次出國啊 都是用微信的eSIM 我覺得eSIM用起來真的是超方便的 就是現在下單馬上發了一個QR Code給你 你只要掃碼之後 手機做設定 你到日本飛機降落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開你的網路了 超方便 而且不用換卡 也不用戴證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用的話呢 我們就現在買 那馬上就可以收到一組QR Code 那或者是想要保險一點 我們也可以先先賣 我們也是會馬上收到QR Code 我們也是可以先設定 那他的網路呢 是到了當地 抓到了日本的電信之後呢 才開始計算那個時間 對 像我們前陣子去了北海道 去了沖繩 去了大阪 其實網路整體來講 都算流暢 那要發照片 發影片 或者是下載照片 其實也都算是損 對 然後他在官網也是有實體卡可以買 如果不習慣用eSIM的話 也是可以買實體卡 那實體卡的話 他就是寄送到你家裡 如果是在桃園機場的話 他也有一個歸位可以直接在那邊領去就好了 那我自己呢 是 一開始我真的覺得 用這種虛擬卡 好像不太安心的感覺 我就還是會覺得 好像用實體卡這樣子交換 會比較安心的感覺 可能會怕說流量會不會吃到原本的流量啊 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這陣子用下來 我是 我是真的還蠻喜歡用eSIM的 因為 它設定起來其實不麻煩 也省去了那種我們還要去換卡 還要去 欸你有沒有帶針啊 欸你有沒有帶耳環 你借我們用一下 讓我換一下SIM卡這種 還有喔 就是如果說用實體卡的話 有可能像我們SIM去西班牙 去了十幾天 二十幾天 欸回來之後 找不到SIM卡在哪裡 對 所以我覺得eSIM真的是超方便的 那它在設定上面呢 其實一開始一定會有一點不太熟悉 那其實多用幾次之後我覺得 我目前用起來是還蠻習慣的 對 也還蠻容易設定的 那使用的步驟呢 我會把那個步驟給錄下來 然後放在影片的最後 如果說有需要了解的話呢 可以到我們影片最後去參考 那eSIM的購買連結在下面資訊欄有 還有著購買 好久沒有來東京好興奮喔 真的 雖然我們這幾天呢 可能會碰到東京的颱風 不好意思 不知道這幾天天氣怎麼樣 對 然後我們現在在等星 不然我們腳踏車會見 欸你怎麼在那裡 欸真的耶 哇 怎麼會有這種好事 謝謝 沒關係 謝謝 超貼心的 幫我搬過來耶 我以為還擔心他會這樣是空空 而且 還不是我的快耶 沒裝傷還沒裝 我這一袋呢 這樣弄起來吃光劑 好那我們現在出了機場 我們現在要前往伊豆的方向 所以我們現在搭經濟線到品川 到品川之後我們會轉JR這樣子 這個經濟機場線 然後我們的腳踏車 完好如缺 你這個當然是 你那個也是 我覺得因為在日本他們的也是比較容易 就是會小心輕放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帶腳踏車來的話呢 他就不是過那個行李轉盤 他就是會有人送到某一個特定的位置 這樣子 就是轉盤的附近 對 要找一下 我用這個 Sui卡 Pass 現在只有iOS才有 然後我就先在wallet裡面 連選 然後就可以自動夾機 手機靠過去 他就可以B卡 就直接感應 你剛剛有打開wallet嗎 沒有 你是直接靠過去 對 好方便喔 那西瓜卡 就是在東京大家都會用的交通卡 對 這現在已經開始變成電子化了 對 除了搭車之外 去很多超商買東西的話 也都可以直接這樣子用B的方式 是 喔 他這邊有記錄 記錄說你每一筆花在哪裡 這樣子 好那現在進來到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往品川方向 在這一區要到品川才有辦法搭JR 前草耶 我們在東京住前草 前草耶 我們在東京住前草 前草耶 我們在東京住前草 前草耶 前草耶 然後那邊呢就有寫JR線 Transfer to JR Line KT 天啊 我們要抬了它 欸這個重嗎 你覺得 我覺得重選擇 跟腳踏車差不多重 哇 帶腳踏車就是 出出要找電梯在哪裡 就是在電梯 對跟老人推車一樣 那我們現在到了品川站 然後要轉JR 是要先出站 然後到出站之後又轉 我們剛才在買票的時候啊 對 然後發現它在選座位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是攜帶大件行李 指定一定要選那種座位 其實可以把它想像成 我們那個搭高鐵 後面不是有一個空的地方嗎 對 那我們帶這種行李 我們就一定要做那種座位 我們不能去做別的座位 然後把東西放在後面的空的地方 對 所以剛才就在研究 剛才就在看說哪一班車 可以打 對 我們這樣看的話就看到8點了 好現在快要7點了 搞定了 搞定 謝謝各位陪我們一起等車 8點這個 早的地方先出動 8點04分 8點50到 欸那蠻快的 50分鐘 大概9點多到一半 自然行點多 4、5半只都滿了 7點04 7點10分 7點35 現在是暗示 都滿 買到最後就是快點多次 都滿 買到最後就是快點多次 也還可以 我們剛好做最後一排 我們剛好做最後一排 一排五個人 好 好 好那我們現在在等新幹線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 那我們就先來車站那些晚餐餅 然後我們就來吃這間銀川商店 這間呢就在車站外面而已 對走路一下 然後讓我們放行李在這裡 我覺得這裡先不論好不好吃 他在一樓然後又有地方放我們的行李就很棒了 對 他的服務人員還會在外面走來走去幫忙看這些行李 有看到很多你不能吃的東西都很好吃的樣子 這個這個這個 你看這個這裡的價位很可以 難怪這麼多人 這間店好像本來就是在主打在賣牛肉的 然後他除了賣牛肉之外呢 還有賣一些海鮮啊生魚片啊 對牡蠣 而且這邊的店員很多會講中文 準備一下吧 祝我們不要碰到颱風 其實我們不是做的 其實他不假的 其實他不假的 他哪個不錯的 這個後製很香 然後烤肉也好 差不多七分熟 我還可以買 看來我只好吃吃看你 我只要吃一隻行李 我覺得這家的很便宜 而且東西也蠻好吃的 可惜我們不能吃海鮮 他這裡的海鮮還可以嗎 我覺得牡蠣很新鮮 真的不錯啦 入口即化那種感覺 牛肉臥酥酥我覺得還好 對 但他這個很好吃 嗯 這個才七百多塊日幣而已 煮得很嫩 好 好我們現在到了三島站 這邊應該就算是伊豆了吧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再轉車 才會到美麗達的地方 對 有朋友他們要出錯 對 然後我們今天也是住在美麗達那邊 對 走這裡 伊豆香跟鐵道線 那其實我們就是說 我們找一個正式 在這一帶呢 找不太到租腳踏車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找到 欸 在伊豆這邊呢 有一間美麗達 那其實蠻多人知道這一間 我們原本的計畫呢 就是要從這邊租腳踏車 那租了腳踏車之後呢 我們要騎去河口 那裡面可以記 不知道怎麼樣說 我們坐再看看 哇這台車是目前做到最寬廣的一台 現在下雨 然後現在我們只有到了伊豆這裡 酷喔 到了 我們到了 好 我們總算走到了 從那邊走過來也是一段路耶 十分鐘 不是 重點是因為下雨 然後我們又拿了行李 就會覺得更遠 不然如果是好天氣的話 其實還好不遠 那這邊呢就是一個叫 美麗達 Cross Base的一個地方 那這邊除了可以租腳踏車之外 它這邊好像還可以體驗那種 登山車 Gravel場地 對好像有 看別人介紹 很大 從剛剛那個伊豆車站 一下車我們就覺得 好像下來 電都沒有開 路燈也很少這樣 然後走到這裡就覺得 哇 一整個都是 就是我們剛走過來的路 就是在走這個圍牆 好 那我們現在在check in 那check in的時候呢 他就會給我們男湯跟女湯的鑰匙 還有我們是睡兩人房 然後還有一個三人房的 然後他還有教我們 有一個沙發床 沙發床的使用方式 走 他這邊呢 有讓一個人入住的房型 然後兩個人的房型 還有四到十億人的房型 對 我們看到照片是覺得這個M很大很大 然後我們後來是選這個 這個或這個 然後這邊還可以泡湯 對 然後房間是沒有淋浴的 這裡是個很棒的地方 好 好 我們進去 然後我們這個是兩人房的 是沙發霜 所以他剛剛教我們這個怎麼用 他這裡有上廁所的 他這邊沒有洗澡的地方 洗澡的就是 共用的湯屋這樣子 對 冰箱裡有附這個飲料耶 一豆鍋的酒 這在門口擺的那個酒的白色 然後他這裡還有附那個睡 就是等一下去泡湯的時候可以穿的 然後還有 小毛巾 浴巾 然後牙膏 牙刷 等一下就提著這個去泡湯 那我們現在泡完澡了 準備要休息了 嗯 那我們今天從機場那邊到移動 搭了很多交通工具 換了很多車 搭了JR 新幹線火車這樣子 很奔波 對 這樣今天又下雨 一整天都是趕車的行程 對 然後又加上 因為我們有大間行李 都是需要找那個電梯的搭 所以就會更不方便 如果是都沒有行李 或者是小行李的話 那就比較不會那麼不方便 那明天呢 我們原本計畫呢 是要從伊豆這邊租了腳踏車 然後騎到河口湖 但明天看起來 是有颱風天 然後是一定會下雨的 我們朋友他們可能會租了腳踏車之後呢 我們會看一下 怎麼樣搭交通工具 去河口湖 用這樣的方式 好 明天看一下天氣的狀況 不過這邊的美麗達貝斯啊 它腹地很大 所以很期待明天去看看它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明天見啦 晚安 先晚安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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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欸咻 走 走 好啊 怎麼辦 今天是個要決定的天氣耶 我們決定好了 租 然後呢 騎車帶 大巴士 我也以為你們說七 早安 來看一下白天的美麗達貝 昨天溫泉就是走這裡進去 前面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越野巢 他這邊入場是不用錢的 不知道意思是不是 你自己有登山車的話來這邊騎是不用錢的 可以租他們的車啦 他說 裡面可以租他們的車來這邊體驗 然後他這個美麗達的住戒場地 所以就是要通過這個 通過這個燈 這個場地之後的裡面 真有趣 我們剛剛還找不到 哇賽 這裡是那個吧 侏洛季世界吧 這裡好像 好像是在什麼迪士尼的遊樂園裡面一樣 你看這裡上面 這裡真的很裡面耶 很森林耶 而且你看我還背著這個背 背包客的樣子 哇 哇 哇 好酷喔 這也好像一個什麼展覽的場地 你看這裡還可以 先腳踏車下去 也太多車了吧 這裡的東西在租的耶 超困難的 欸你們好誇張喔 好誇張喔 是哪一家的 一天多少錢啊 18005元 三天兩月1800的幣 很高級耶 可以體驗看看 他剛剛從上面的展示台直接拿下來 1800 這三天 來看一下我們這次租的車子 是什麼樣的規格 Dura-S 哇 Dura-S 可是這個盤 這輩子沒碰過Dura-S 欸這個盤比較實在 這盤也是很兇的吧 有什麼東西咧 Lady你看 它這個跟我們的輪組是同一個 我可以TRAIN一個嗎 這裡有個讓人想要買的東西 福袋 6000塊而已耶 裡面有一萬二的東西耶 它還不是福袋 還已經告訴你有什麼 呃 Give away 對 Give away Linda的Give away 好 放回去 我們現在 喬到的價錢是 四天三夜 兩萬三千多 後來決定租四天三夜 對 因為它的方案 網站上能訂的方案 只有三天兩夜 跟兩天一夜 我們就把這兩張訂單 都訂了 但是現在希望它不要用到五天 因為我們沒有用到五天 所以就改成四天三夜 對 它就說他們就可以改成四天三夜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天津火車站的旁邊 這裡有一個小遊具 然後我們準備要把我們的西車廂跟要去東京的行李寄到我們東京的飯店 所以其實日本旅遊那如果說有一部分的行李呢是沒有要隨身攜帶的 很多人推薦建議用郵局的方式就直接寄到飯店去 它這裡的郵局很方便 直接可以擠 而且我們的背包沒有打包 它也會用Google翻譯幫我們看 問我們裡面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好 我們要等一下 我們去擠 我們要等一擠 我們要等一擠 好了 我們寄好了 終於 剛剛那個遊艦店的人很幫忙 對不對 就是double check了很多次 然後跟我們說你們要寄去哪裡啊 什麼都幫我們key好這樣子 對然後確認地址是正確的 然後也確認說我們 如果說萬一沒有寄到它退回的話會退到哪裡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我剛剛寄那個一個背包跟那個 吸車箱的折起來這樣子是3400 我猜我們等一下接下來應該會是搭車 到昨天的車站 因為又開始下雨了 到昨天車站之後應該是在搭巴士這樣 我們剛剛去忙一下 我們先等到次地下會 他看車站之後的話 他壓力好大喔 他在上車的話我就放棄了 就去看車站之後 他現在是很難的 而且他在一起 他在一起 他在一起 現在在山島車站這邊呢 要準備搭這個 所以我們在夢這邊呢 準備要搭這個巴士 去喝口 在這邊呢 就是一定要用汽車帶了 我們放好了我們的腳踏車 到那裡 就跟我們搭那個墾丁快線是一樣的啊 今天上山西河北一天 請請來到這裡 嘩哩的點檔 嘩哩的點檔 請可興 調理中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